哈囉哈囉,我是洛洛 在《明日之後》裡面 0到7裝是一個從新手到穩定發展的階段 雖然在武裝時可能會稍微卡一下 但是只要撐到7裝後 就是遊戲的精華玩法所在了 這次洛洛從陸服12裝大佬那邊 吸收到了豐富的升級心得要分享給大家 無可玩家要如何在0到7裝的發展過程中 掌握捷徑玩法快速達到7裝呢? 不管你是老手 即便後面需要重開一個小號 也能快速掌握流程 而新手更不容錯過 全部的技巧洛洛都放在影片後面囉 讓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在這階段對新手而言是最艱難的 因為初期的簡易攻略有什麼傷害 因此在武器方面請優先製作 蒙德拉攻步槍和休閒衛衣 再來每天一定要堅持做完 秋日森林的公告版任務 這是目前升級的最快途徑 此外這段期間也要先準備好 40鐵礦 40硬木藤蔓 20骨頭 20升鐵 準備來做UZI衝動槍 3裝後可以馬上製作 這段期間也不需要用金條購買任何物品 也不要花任何新幣喔 現在我們可以去砂石堡了 也不要忘記每天都要做砂石堡的公告版任務喔 用蒙德拉攻步槍打豺狼 拿到20爪子後 用新幣開始點基礎發木術和基礎踩石術 補充一下 因為是無課玩家 所以建議點採集類的技能 這邊我們基礎踩麻術升到2級後 去採集40個錫礦和40個木星 然後用前面的材料製作出10個鐵珠劍和10個六角丁 造出UZI衝鋒槍和防彈武裝 再準備50個錫礦和12個六角丁 不要花金條買玩具工喔 屬性很雞樂 射速也很慢 不適合新手用 自裝的時候可以打秋日和沙寶戰役 戰役非常有用 平常需要一刀一刀砍的木頭 打一個戰役就可以換十幾萬個木頭 所以當你需要資源的時候 就來打戰役換資源吧 解鎖了白樹高地 同樣每天需要做高地的公告版任務 不要忘記每天打密斯卡大學 新手可能不知道怎麼打 可以找一個等級高的朋友一起打喔 有非常豐富的金條收入 從現在開始可以刷錢啦 另外白樹高地的神秘寶箱 可能會開出高分子塗層 一個可以賣2000到3000金條 在白樹高地裡面用UZI也可以撐一段時間 再來也可以用4個高分子塗層 把UMP9造出來 不需要花錢去買湯姆遜 湯姆遜和UMP9沒有太大差別 6樁的時候可以自動完成丘任的公告版任務 大大加快了速度 並且解鎖新任務 茅測沼澤 哎呀為什麼說茅測呢 其實是茅絲沼澤啦 由於地圖太太太噁心 大佬也建議不要來做茅測的任務 這裡不需要準備任何材料 但是需要準備5萬到6萬的金條喔 這就是為什麼前面建議不要亂花金條 因為這個數字對新手是很知名的 恭喜你成功地走出了新手村了 茅裝在明日之後這個世界裡只是剛開始 但是從現在起需要做18彩了 因為茅裝之後你會越來越偏刻 而且採集很難升 這邊也可以更換新日程了 新日程比舊日程簡單了不少 每天需要做3個地圖的公告版任務 和打一次大學 12個18彩就可以做完了 7中可以做的MP5不要做 MP5的CP值非常低 由於需要鋼管 其他職業做槍的話都需要買 花費了很多錢 但是卻發現這把槍打架沒傷害 打過來又太奢侈 7中是非常非常艱難的 因為下個新武器和新地圖都在時裝 三圍都要達到48 這之間差了18級 60%的玩家都耗死在這18級當中 不要怕 之前存的金條現在要派上用場了 7裝到10裝刷任務的配置 就是要用之前存的5萬金條 首先買一件白衣天使和一把M24點藏 不用覺得M24是狙擊不好用之類的 M24攻擊高 耗損其實也很小 每天睡個覺就能揮不滿了 而且重點是在於打怪而不是打人呢 怪物的行進入線是有規律的 白衣天使可能會有人覺得沒有用 每秒回滴血 1分鐘才會60滴血啊 但是其實掛機的時候人物也會回血 稍微上一趟廁所回來看就滿血了 一件白衣 一把M24 大佬從7裝一直用到10裝 是幾乎0耗損的唷 損耗這麼需要注意的重點 會省下很多補必要的花費 覺得影片不錯可以點個喜歡 並分享影片給你明日之後的信存者朋友 訂閱追蹤別錯過 我是虛擬Youtuber陸洛洛 我們下期再見囉